三星二异 信心 恒星 决心 创意 乐意 人生如茫茫大海 面对无尽的选择和可能性 我们往往需要拥有坚定的信心 持久的恒星和果断的决心 方能在激流涌进的岁月中航行得更为坚实 同时 创意与乐意也是塑造美好人生的两大要素 它们如一双灵动的翅膀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三星二异的价值 并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注入更多的信心 恒星 决心 创意和乐意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首先 信心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在人生的征途中 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 唯有坚定的信心 才能在逆境中保持镇定 稳定前进 信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是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知和对未来的正向预期 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时 我们就激发了前进的动力 每个成功的人都曾拥有过坚不可摧的信心 正是这种信心推动他们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出一个个辉煌的时刻 然而 信心单靠并不足以支撑我们走得更远 我们还需要恒星 恒星是持之以恒 毫不动摇地追求目标的品质 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我们会遇到挫折 失败 但只有坚持不懈 百折不挠 才能最终迎来成功的曙光 恒星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毅力 是在逆境中坚守初心的力量 正如古雨所云 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 而是功夫深 只有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 我们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恒星是人生成功的秘诀之一 是那把磨刀霍霍向前的利剑 而决心则是信心和恒星的结合 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并付诸实践 决心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 展现出的果断和坚定 在面临重大选择或困难时 只有果断做出决定 勇往直前才能打破困境 迈向成功 决心如同航海中的罗盘 只因我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找到正确的方向 正是在这种决心的驱动下 许多伟大的事业得以实现 许多不可能的梦想成为现实 然而 人生不仅仅是信心 恒星和决心的堆砌 还需要创意的点缀 创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火花 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创意能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与思路 让我们能更有弹性地应对各种状况 创意是一种正面的能量 能够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让我们在枯燥的日常中找到乐趣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 推动着进步 引领着未来而乐意 则是创意的伴侣 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保持愉悦心情的关键 乐意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改善人际关系 让人生更丰富多彩 在每一个岔路口 都保持一颗乐意的心 能使我们更从容地面对选择 更坚定地走向成功 乐意是一种正向的情绪 能够感染身边的人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正如达尔文所言 快乐是最高的道德 是人生的目的和最终结果 在实现三心二意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实时保持 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 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素质 培养信心需要不断学习 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增强自己的能力 保持恒心需要不怕困难 不怕失败 时时刻刻记得 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 而培养决心 则需要实时审视自己的目标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并为此努力奋动 在创意和乐意方面 我们可以透过阅读 旅行 与他人沟通等方式 激发自己的创造力 培养正向的心态 总的来说 三心二意不只是一种心态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实时保持 对未来的信心 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 果断做出决定 同时 我们也要注入更多的 创意和乐意 让自己的人生 更加丰富多彩 信心 恒心 决心 创意 乐意 这三心二意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绚丽 多彩的人生画卷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或许会遭遇挫折 或许会面临困难 但正是这种三心二意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让人生变得更加值得 追求和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